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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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容許我先做一點點回顧 瘟疫也是時候擺放科豪益 始終我們都知道現在瘟疫疫情基本上是過了的 雖然現在都零零星星都聽到 有人身邊有認識的朋友都還會中招 但是病症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辛苦 跟著要熬過 也是這樣 中間我們曾經 記憶猶新 曾經經歷了一段時期就封鎖 狂戴口罩 接著就要不斷打針 到了今時今日 到這一刻就是 你問我的話 打不打有什麼分別 整個群體免疫也都建立了在這裏 就是你真的就算有新變種都傳不開了 一下子就沒有了 是不是? 大家也都會很留意了 會不會已經是打了的 會有什麼副作用在這裏 如果大家很記憶的又記得 其實在一個多兩個月之前 我是 科學新早上曾經拿過一節來講 那個最新的研究的結果 就是那個 大家有興趣就找回那一集 就是叫做 有一個很大型數據的研究 就是已經統合了 第一次有一個 是有上一億級 樣本的級別 就是我們統計在地球上 有其中一億的人口 去給出來的數據 那個我會認為 到目前為止是叫做最大型 也都給出來的結論 已經叫做最可靠的一個研究結果 剛才台上有提到Astrasenica被人告 其實我覺得它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自然期刊》的那個研究成果出來 就是說 的而且確是Astrasenica 曾經出過其中一個版本的疫苗 它是令到某一種的副作用 在某些人身上是高了三、四倍的 而且那種副作用是可以致命的 所以你說如果有那幫這樣的受害者 他的家屬要提出的訴訟 就是去告Astrasenica這個疫苗 是令到那種有病症 有那種疾病的家屬 是因為疫苗而致死 是有了一個科學根據在那裡的 但是始終這樣說 雖然是 我會這樣說 大部分的人也都沒有受到那種疾病的影響 也都沒有受到那種副作用的影響 所以你說Astrasenica這個疫苗 在最初被人去打打一下 是曾經停了不讓再打 然後再改良的版本出來 才是再推出去 就出現了這樣的關頭 所以你說Astrasenica在根據那個報告 而提出的訴訟來去拿回公道 是有它的科學根據在那裡的 但是也都一提就是 那個雖然是這麼大型 牽涉到一億個樣本的報告 是沒有將中國疫苗的統計數據放進去的 他就很強調 那些譬如是打科興 和打國藥疫苗的國家是沒有數據在那裡的 但是你也都知道 因為始終拿不到的數據 就是你如果說世界上的確有十幾億人 是打這些國藥科興這些東西的 所以那裡你說如果有人有能力做到一個大型追蹤數據研究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在那裡 尤其是對於香港社會來講 香港多時是有被人選擇打科興的 是不是? 到了今天剛才台長提到這宗國藥疫苗 我們附近哪一個地方 最多人是有機會打過國藥疫苗呢? 就是澳門 當然中國大陸也是 是不是? 澳門就是可以讓你選擇國藥和復必泰 然後香港可以讓你選擇科興和復必泰 就是那個時候如果我記錯大家就更正我了 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那現在就是你會看到 中國的這些疫苗 回顧翻了 紛紛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第一月科興就宣佈停產 然後就是到現在國藥疫苗也都有負責研發的人 有些就是主事的人就落馬了 再加上就是曾經能夠支配到主管住那種叫做檢測 那種病毒檢測生意的一些機構 也都有人就是 牽涉及到一些經濟犯罪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那我覺得 當然這個跡象就好像告訴你 是的 那個瘟疫是完結的 但是呢 你會發覺 這些這樣的機構裡面的人 因為經濟犯罪而落馬 那會不會裡面是有機會涉及到 因為疫苗的負作用是需要有些責任去追究呢? 那現在你會發覺對於這些來自中國的疫苗 這些東西就無從說起 那你留意到在中國大陸也都很零零星星 有聽到有消息就是有人嘗試希望去維權 去說就是這些疫苗是造成一些負作用 甚至乎三時五刻有人說就是 它簡直說你打過疫苗的人那些血都髒了的 那現在很多東西就是由於那個研究數據不清晰 沒有什麼一個很有權威 一個決定性的科學研究去擺在那裡的時候呢 就令到這些東西好像沒有得追蹤 那我就覺得是比較可惜一些 那這裡也都是講講一些 我私人聽回來的一些的說法 當然不能夠作證 那個透露的就是醫務人員來的 當時他們也有得選擇的 他們就說在他們的觀察範圍裡面 打這個國藥那些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所以他們也建議是打這個復必泰 那我當然在香港沒得打了 那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真真正正的 因為只不過是一些很狹窄的數據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回頭了 那幾個疫苗真真正正的效果在哪裡呢? 我覺得其實現在時候是需要去做一些檢討工作的 就是你見現在很多朋友都還是 哎 為什麼現在的人這麼容易病啊 病症這麼嚴重啊 當然是因為打了疫苗 那我不可以完全排除這個說法一定是錯的 但是你問我說 我覺得更加可能就是 在瘟疫那三年封鎖裡面 我們太習慣戴口罩 那麼令到我們現在呢 就是那幾年你會發覺突然之間好像我們沒有什麼病 傷風感冒都少了很多 那麼於是乎也都見有人還保留著這個習慣到現在 甚至乎是對於小孩子 學校都經常要去他們動一下就要戴口罩 那麼是令到呢 無論大人和小孩子的那個那個身體的抵抗力是差了 到了一有起病上來的時候 那個發病的反應就強了 就是你問我我可能覺得這個效應是更加強的 當然會不會裡面都有一個原因就是 哦 原來最後我們有辦法證實到 是因為打針就令到那些人還會今天身體差了呢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需要你去好科學地去研究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那種反省檢討的工作就不可以停下來 其實有兩方面的 第一樣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藥的效果是怎樣的 幾隻藥的效果是怎樣的 第一樣是短期的副作用長期的副作用 是 現在大家有沒有一個 就是我這樣說世衛方面 就是會不會說 可以做一個很大的campaign 真是將整件事搞清楚 因為這個很重要就是 到了那個時候之後 我們重新面對同一個問題 到其實應該怎麼處理那樣東西 是不是以一個歷史的經驗去做一個指標呢? 這個絕對是 而且對於每一隻已經被批准推出了市面 有超過幾百萬人打的那些疫苗的品種牌子 你其實都需要做一個這樣的追蹤研究的 就是你打不同牌子的人 他最後就是他有效程度是多少 還有他最後那個的又沒有其他的副作用 這些有時候人不可以只是由每一個國家的技術去做分的 因為大家用的技術是不同的 你如果問我呢 我就非常之覺得很值得就是追蹤那些叫做mRNA疫苗 就是好像那些叫做復必泰和莫德納那些 因為他們第一次有一個 這種技術是第一次出現來用 就是用在這個疫情那裡的 而且用的規模也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追蹤的研究 而這個我反而有信心的就是因為 通常你是用得到這種mRNA技術的國家 都是一些科學比較發達 還有相對是那個社會上比較開放自由的國家 那有一些譬如是那些用的比較舊技術 尤其是講到滅活的國藥科興 還有你講的俄羅斯他們做的那種叫做spunnik 現在俄羅斯都說的 連俄羅斯人自己都傳出來 基本上那隻spunnik是廢的 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們一樣就會有 但是其實往往這些 這些雖然是舊技術 但是會不會其實都有一個副作用呢 其實你想想spunnik這些 是傳到上億的人打過的一些針來的 科興也都出口得很多的 去到南美洲用了很多的 甚至乎去到南美洲智利那一層 我很記得的 整天那個科學生肢不停講瘟疫 不知道台將你記不記得嗎 智利是那天宣佈過 打完那劑科興之後 當沒有打過要再打其他新疫苗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天講過這樣的 另外香港也都有人打過 接著到了中國大陸和澳門 澳門就引入了這個國藥疫苗 也是上億的人打過的 這些疫苗那種追蹤研究 我覺得是很簡單的 本住一個人道的精神和科學的精神 去解答究竟這件事是有副作用 你沒有副作用 就已經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 就是我現在看到一個很令人憂心的現象 對於很多的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開始發覺 就是我很喜歡講 其實都出現了很久的一個Term 就是那些人搭雞排那種形式的經營模式 你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試過用那些自己買的產品呢 你美國保養期爛了 接著你想拿去保養 但是法國那間東西撿了一顆 你有沒有試過用過這樣的東西 我一定會對那些產品很有歷史 我才敢買的 是的 你不要說我們沒事 但是香港都試過那一個東西 最近不是說 好像是不是九巴 還是新巴 好像是九巴 可能要查一下才知道 巴士公司買過幾部環保巴士 跟著發覺那間環保巴士公司撿了一顆 跟著你發覺那間東西要保養 保養不了 那些零件不再出一間公司 不包整間東西就沒有了 就是你做環保概念 搭了個雞排 做了巴士 跟著最後就是一盤生意做不行 跟著就保養服務沒有了 其他公司沒有人願意撿你這些首尾的 是吧 沒得做的 喂 你那個環保巴士 我當虧了它 OK 那你就不環保了 就變成了 是不是 這些就叫做 雨下落下 好像跌下錢 就沒事了 就是 但是你如果說 打得在人身上的疫苗 那又怎麼算呢 就是那些東西萬一 是造成一些 中長期影響 我們要去找回那個責任 那如果你又是一間公司 突然之間隨時都已經好像做不住了 吊鹽水了 就倒閉了 找不到那個責任的時候 那是不是代表 反過來 你是不是在鼓勵以後的人 凡是有什麼新發明 想不負責任的時候 就搭個雞排 搞那間公司到不行的時候 就各個辭債 即買了股 跟著收拾它就算了 那樣 那我覺得這裏就是 一個科目的問題 但是這些通常應該要有些監管機構的 剛才你舉個例子 那巴士公司是不是這麼蠢呢 他會選一間實力這麼差的公司呢 以一間經營了這麼多年的巴士公司 會不會這麼蠢呢 那我的看法就是 那他也是被迫買這些環保車而已 他不買不行的 你知道現在社會有多少蠢人 多少老千才可以的 你知道那種老千搭雞排的人 的生存方式 rule number one 就是never back down 是啊 遍川普都死不認錯 之後再搭個更大的雞排 那你說的這件事 我現在就很害怕了 這個國有可能是一個雞排 這就糟糕了 是啊 真的真的會想 你一看到 那他可能說 那你會不會說Fizzer 還是Astrasanica 那些都可以是一個雞排 那我沒有說一定不可以的 但是你很多時候 你都知道就是說 他很多這些外國的大型製藥廠 怎樣稱得為大型呢 就不是由他資本幾號後來去決定的 他那個商譽是很來自於他同時間做哪幾隻產品 就是你叫做大藥廠 他就是他起碼幾千種產品 不是只是賣得來很多年 他不是只是做你這一種藥的 他是做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就是你那些Merc Nuvartis Fizzer 衛視 葛蘭素 這隊 他同時間在做很多種產品 就是他發覺他那個榮譽 不是一定是在於這間製藥 就是如果你見那間製藥 他只是因為他這隻有這隻新產品的需要 而應運而生的那些 其實就有一種棚味了 我舉個例子 就是Moderna 是Moderna 就是一招而已 其實他就是做那隻這樣的病毒 就是做那隻貝在病毒疫苗 就是他整個生產性命的壓在這裏 所以那時候 我殺有害怕 我這麼在那裡說 一天就留意著 他應該是第一個會做到 然後那些股票就不少了 其實那時候大家都要知道 那個風險在哪裏呢 就是他是一間沒有什麼歷史track record的一間公司 當然 就是他今時今日 那次他博到他的技術是實正的 是給了一個效果出來的 OK 那個副作用短期好像 就是大約知道了 現在心裡有數了多少 中期長期現在有九代 就是有系統來繼續去發現 接著下來再問他 潛力在哪裏呢 就是會不會利用到這種叫做 MRNA技術 去幫人做貶疫治療 就拿來去引發人入面的系統去醫療症呢 或者他再去做到其他的傳染病的疫苗呢 這個就是他們的核心技術的潛力所在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這間公司 雖然那個股價就不再好像那樣當炒了 但是你看到他也有一定的實力在那裏 就是這個意思了 但是你說如果這些事情 見事過後就見真將來 如果這個疫苗本身真的沒有什麼用 甚至乎如果沒有什麼用都算 還要有負作用的時候 那就是你一個更加清楚的研究 更加科學系統的研究 就是盡快將這些雞排拆掉 那這個是那個科學界 和加碗機構共集來的 就是你科學界 那你客觀點去看這些 他這裡有說的 其實那個人是吵過的 從他做出來的那個時間 和真的用那個時間打了三個月的 很多人就懷疑是不是真的行 但是我們也要想回當期的處境 你沒有藥出來的時候 整個政府本身是很大的壓力的 這已經是世紀一了 但是剛才你提到譬如著名藥廠的問題 著名藥廠在外國被人告倒了都有的 就是Saclar那個家族 整個陪到那個藥廠要倒閉 不過當然他用那個名字就是那間 事源就是他出的那種子通藥 其實是百分來的 但是加碗機構竟然過到 那沒有了這些真是 我想大家自己要 真是小心一點點 就是去衡量一下 那隻藥本身 是不是有這樣的效果 它的副作用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對本人來說 大家哪有時間 花那麼多心機 就是逐個逐個跟你看 是不是 是啊 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不只是信一種的科學技術不簡單 但是很多時候你處身在一個社會的什麼制度 都很直接影響到你對於那個疫苗有多大的信心 你知道是什麼 你能夠看到多少資料 你主動可以找找到 那如果明顯當時 喂 不要說阿光 現在你找某些國家的疫苗的資料都找不到 我今天沒有說的嘛 甚至乎原本有的資料都拿走了 不是 排序那個 在中國排序那個 瘟疫的疫苗那個 現在被人掃到那個Lap外面 在那裡維權著 維權著 所以說到這些東西 我雖然作為整個 那天在瘟疫上 叫人打針的一個人 我跟一些 現在都是很反對打針的人 其實很多共同話題 很容易大家找到 就是那個 做決定那個點 那個共同價值在哪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 不過是一個叫Shift 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 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